嘿 倩倩的粉丝们 你们好 今天请允许我捶一条视频 来看看你们的留言 再给你们一一解答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不戴眼镜了 这个问题嘛 因为我想变得更好看呀 由于长期戴眼镜 鼻梁两边已经被压出了身心的痕迹 黑眼圈也越来越重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练习戴隐形眼镜 刚开始戴总是失败 但现在已经得自动手了 而且不戴眼镜后 我感觉自己更自信了 第二个问题 我是不是有两个号 我想说是的 老粉应该也都知道 最刚开始 今年的小生活这个号 只是做美食的 现在呢 开始慢慢地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日常 另外一个号 楚楚的超人妈妈 讲的是育儿科普之时 有没有两个号都关注了的小伙伴 评论区给我举个手吧 第三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有点严肃了 很多人都问 为什么育儿号要叫楚楚的超人妈妈 不叫欣欣的超人妈妈 而且楚楚经常出镜 欣欣只是偶尔出镜 难道是我做男性女吗 我想说那当然不是呀 因为刚开始做这个号的时候 楚楚才那么小一点 她还没有上学 可以天天在家里拍摄视频 但是那个时候 欣欣已经开始上幼儿园了 只有周末才有时间拍摄 而且欣欣本身也不太愿意出镜拍摄 表现欲也没有楚楚那么强 那么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给我留言吧 你们的留言我都是会看的哦